近日有网友爆出华策影视的达深交所年报问询函 披露了一起和孟都影业的纠纷 问询函中显示2019年6月 华策向杭州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 要求孟都影业返还剩余1.44亿偏酬和违约金 相关责任人承担连带责任 2019年9月法院出具保全裁定书 裁定冻结孟都影业和连带责任人1.51元存款 查封相关责任人名下房产 而孟都影业系张若云父亲张健创办的运营的公司 张若云和父亲张健名下的房产疑次遭到查封 据悉张健是演员张若云的父亲 曾经出品了《雪报》《获取病》等电视剧 在业内颇有名气 但张若云与父亲的关系并不和谐 2019年12月6日凌晨4点 张若云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然后秒删 我从前总有一个幻想 什么时候我长大了 有了自己的家有了自己的世界 邀请你来可惜你不配 此动态一出就有网友猜测张若云 再diss自己的父亲导演张健 还有网友爆料当时张若云和唐一新举办婚礼时 张若云的父亲就没有到场 此外张若云还曾在节目中爆料 称自己从小爸妈就离婚 一直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对父母的印象非常少 与父母见面的次数也比较少 路云 在阳长若云 ject到 寥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